因为附近开挖捷运 让家里的楼地板每天都在摇画 好多人都受不了 这是发生在台北市延平北路上面 有民众就控诉说 因为捷运的新路线 这隧道经过了地底下 就让整栋楼都倾斜 让他们担心 要是真的发生大地震的话 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每天在睡觉都会想说 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时候要倒 边说边战斗 眼睛散发出常年累积的口具 自从捷运局发包施工工程 开始动工 钻土机一开挖 家住六楼就能强烈感受 到处都在震动 只要他一挖的时候 我们整个地板就 然后在挖第二下的时候 他又一下这样子 那小朋友就吓醒了 然后我们就抱着他 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刚好在厕所 上厕所还感觉到那个 怎么怎么马桶也在震动 地板也在震动这样 布置家具躲动严重 整块水泥天花板军裂掉落 居民摆上杯水测试 水面裹针出现水泼纹 不由路更夸张 一大条裂缝长达20公尺 横在路中间 居民控诉捷运新炉站通车后 经过住家地底下 大楼因此倾斜 加上旁边施工 倾斜又抖动 住户担心地震来会倒 每天活在恐惧当中 捷运局表示 施工前将混凝土铺面击碎 才会出现震动 事情已经评估 开挖没问题 大楼倾斜和捷运通过 没有直接关系 已经向住户沟通协商 尽管土木技师说 倾斜站无影响大楼结构 但施工造成晃动 中国首当其冲 尤其25年旧大楼 哪能承受得起 如此频繁晃动 最终的薛学华 维宣台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